哟 一切专念着 故云上进行手 下之神念 这一项专念的这一句 古德解释的很多 也非常精辟 紧接着发菩提心 那么由此可知 不发菩提心 这一项专念还是不能往生 发了菩提心 没有一项专念 也不能往生 欧耶大师 虽然数 能不能往生 决定在幸运之忧 品味高下 决定在功夫的前身 好像发心跟念夫 是两种事情 设计上是分不开的一种事情 决定分不开 为什么 第十八运 讲得很清楚 灵敏宗师 神念 决定的神 最后还是落在要念佛了 那个深念 就是一项专念 十句念念相续 功夫前身 没有说念佛多少 没讲这个 这一点我们要注意到 不是说一天念十万身 就能往生 品味就高 不是的 功夫前身 人家念一句 功夫深的人 敌我们念一百万句都不止 为什么 如果是散乱心念佛 就没有功夫了 一心念佛就有功夫 一心是没有杂念 没有妄想 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这一念可不得了 为什么 这一念是真心在念 我们一般人念佛是 用妄想在念 念佛的时候 有妄想 有杂念 甚至有牵挂 有忧虑 这个功夫 这个虽然念了没功夫 人家念的很少 一天只念个十句 念个一百句 但是它是一心专念 这就叫功夫 功夫深的 真的是没有杂念 那么 念佛功夫 跟发菩提心 有密切关系 真正用菩提心 这功夫深 所以菩提心 不能不讲清楚 不搞明白 关系太大了 菩提心 是自己的真心 是自己的本性 不是从外头来的